及时新闻综合报道,206花莲震灾捐款高达20亿元,但花莲县政府却被报诺用8亿多元给当地业者纾困,引起不少民众反弹,连成吉思汗健生俱乐部馆长陈之汉与网购达人486星生陈延厂也大呼不慢,要求退回捐款。 对此,花莲县长傅昆其金,19日上午召开记者会表示,若民众对捐款使用方式不满意,不认同,县府也愿意开放退款。 傅昆其和花莲正在善款监督与管理委员会召集人张善政经率领花莲产业代表在花莲县政府大礼堂召开记者会,向外界说明善款的流向。 傅昆其表示,花莲观光与食材业也是受到重大影响的直接灾民之一,因此才会有8亿元产业损失纾困的提案。 这也是参考了国内重大灾难的补助方式,包含台南震灾及高雄的气暴等灾害,甚至也有参考日本311大地震的处理方式。 傅昆其说,尊重捐款人对于善款流向的关心,如果捐款者有指定善款的用途,那县府就会依循捐款人的意愿去使用。 若捐款人并没有指定用途,或是对捐款使用方式不满意,不认同,只想捐给灾民而非产业,那县府也愿意把捐款退回给民众。 最后傅昆其强调,若中央政府无法适应花莲产业无法协助振兴的话,那全数会由花莲县政府自行改刮承受。